三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谈谈中产的国际大势 特朗普宣布与刘鶴达成第一阶段的协议 两件事可以关注 第一件事是很多东西都达成协议 虽然没有详细说 例如知识产权、开放金融市场 这些我们之前都认为是很难达成协议 现在都有初步协议 第二件事是关税延迟到12月5日再加 其实未完结 有两个月左右的协商期 第三件事是特朗普向着记者说 我和刘鶴说过香港抗争 我们都觉得现在越来越少人参加 香港人会自己搞定 他们会想到方法搞定 还有这个交易是帮助香港的 当然这个交易成功之后 股市就升了600点 这是帮助香港的股市 先问一下两位你们怎样看 我第一要说的是我们成功争取 我早就猜到是这样的 我想我们评论员来说 最早说的一件事 开始大师说 他主要都是跟回 美国自己的政治去选举 中间会谈谈打打 然后会谈得成 怎样都要 怎样为之成呢 主要成的就是说 特朗普可以跟选民交代得到 那我之后执脚到最后再加少分析 其实绝对同意这些说法 所以其实现在的发展是很接近 我们当初说的一件事 反而很多人说 突然间又说吵架的时候 哎呀好害怕啊好害怕啊 然后现在又说好事 我说没问题没问题 那些是很飘忽的 那些评论员 因为我不看新闻 我有看新闻都觉得不用 我写到闻 大家反而不用看这么多新闻 就是用来炒作 用来什么的 实际上平稳是会一步一步的 就是谈到一些东西的 这是我提醒的 美国是一个世界第一的大国 越乎世界第一的大国 大国和小国最大分别 就是大国永远是国内政治最重要的 因为国内政治 在它来说 这些野蛮民族在这儿无端的搞来搞 这个是打港国 在他们来说 完全不同不样的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反而如果是一个小国 譬如香港 这里发生这件事 很大件事 那里发生这件事 或者是 这一刻 这些外国外国 就是你如果是大国博弈的棋 那你就必须要很关心国际政治 就是你如果作为美国人 他为什么不关心国际政治 贸易战在美国来说 其实都是很少的事 在国内来说 最主要是马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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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贵了多少 不会像中国似乎生而死的问题 是一个国内内相对好少的 最重要的就是告诉别人 譬如某一个战 我已经打赢了 国内政治 以后他们就会选择你 其实你看看我 我不停地烦恼 你们看我玩残他们 我们美国的三个一 就是那个感觉是最重要的 你看我玩残了中国 全部都可以玩残的 大家覺得很衰 有些人想錯了 他們想去打死中國 打死中國 其實現在大家都很深知 中國和美國還有一段很大距離 雖然現在拉開這麼多距離 有段時間才能走貼 美國人相信他已經打敗了中國 最重要是他自己真的打敗了中國 所以我覺得,而且他簽了第一步 因為他們是選舉,選舉是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他不能一次過簽號 要逐步逐步,不停有好消息出 再一年,一年鬆一點 你還要不停有好消息出 你才能夠維持到整個整件事 還會有些反復 我正想說,中間現在做了第一步之後 中間都會預料久不久要發瘋 你最要留意,因為特朗普不需要面對初選 他可以更遲去達成最終協議 所以就算現在說第一階段協議達成 我再反一次都覺得不奇怪 因為還有時間 如果他要參加初選就不同了 因為如果要參加初選,你就要早點去拜託選民 現在只不過就是,因為之前跌得太厲害 他要有些時間繞上去 他又要少許怕,我不知道真怕或假怕 即是說去談日他 他都怕民望去到太低的時候 繞上去比較困難 現在都要落差一點 我相信Rolland Buffett的看法 Rolland Buffett是大事看好的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掌握到一些線報 他才能夠這樣看好的 你再問Henry 剛才你有提過,你最後講的一件事是香港的問題 我想看看你的看法 究竟很多王的人 經常講到我們要靠美國 我不知道他有部份人真的這樣想 只不過是利用機會,沒有蠢得那麼厲害 只不過是他幫得了多少 他真心覺得要靠美國 甚至覺得他知道美國有什麼 例如早前就說,不要破壞這麼多東西 破壞國際觀感 你就會搞到美國不幫我們 很多人都會這樣想 真心想 我也相信是這樣 抗爭運動 你不靠美國是絕對不行的 你一定要有美國在背後 如果沒有美國在背後,已經出了機關槍 基本上完全不怕 但問題是,美國也是非常不可靠 你只能夠靠一個非常不可靠的 你看美國已經出賣了富爾德 美國出賣人 當年他出賣 當年他出賣薄正希 在越南 中美洲的國家 列加那些全部都是被他出賣的 他全部不停地出賣 但這個人又只能靠他 你不靠這個人 你亦都沒有辦法 這個國家 你不靠他也沒有辦法 我覺得你當他是一個很仁慈 會幫你的 是錯的 你必須要告訴他 你很有價值 然後呢 在他來說 他那一刻有價值 你亦都遇到他隨時都會出賣你 你不抱著這個 你當他一個很 很仁慈的人 很仁慈的人 會是無條件的支持你 會是什麼 只不過他支持你 是戰略的一部分 哦,OK 他支持你 而他支持你 事實上 我聽回來的就是 他其實在抗爭運動上出了很少力 現在我相信 或者甚至沒有出力 當然他有出力 那些人問我有沒有出力 因為他說 有一個人說 幾十個美國人回來 世人批軟話 即是那些人 世人批軟話 這些都沒有出力 這個我是相信的 在抗爭運動 我覺得他是 一直以來撥了一個款 就是那夠錢 就是沒有足夠的錢 給到額外的預算 所以我覺得 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不需要看得那麼遠 很簡單 其實你美國 特朗普 他個人 有好事利益 是一件事 但美國人很多人都很天真 你想想當年救索馬里 完全沒有利益 我們叫做 電視劇 因為電視看到 很慘 人們搶糧食 還要被軍閥開槍 結果就是派了幾千個美軍 去索馬里救他們 藍斯拉夫 都是有些相似的東西 所以我想 大前提是什麼呢 就是 你不要經常都猜 美國人喜歡什麼 因為美國是一個很複雜的構成 有些是很公利的人 就算特朗普很嬌功利 他都經常都握手一件事 香港人經常都舉美國旗 又舉我的名字 他會開心一點 可能就會出多了一點 他的功利是 拜他的受眾 咦 有 整件事很複雜的 你不要看這麼簡單 我們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很喜歡看Fox TV 你取悅了Fox TV 你其實是令特朗普會受到某程度上的壓力 因為他很多粉絲都是看Fox TV 結果Fox TV的人是白癡 他看到香港人舉美國旗 報道新聞有幾乎都哭出來 整張眼睛都紅了 那麼旺狗都有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要迎合 你應該去看這些東西 但我覺得現在香港 有很多人 他們都是用20年前的角度去看 我們一定要很和平理性優雅 如果去宵夜、打野 就變成黃背心運動 就不得人心了 他根本沒那麼有空 知道那麼多東西 第一,不知道那麼多東西 第二,你要明白這個世界已經不是以前的世界 以前你不是很和平理性優雅 別人有沒有幫你 別人都沒有幫你,你要證明這條路是不合理的 反過來就應該看他們現在最關心什麼 你真的要遷就他 你就應該遷就Fox TV 因為特朗普經常看Fox TV 你就不會遷就CNN和New York Times 因為特朗普最討厭這兩個媒體 其實不是很怕做一些他不喜歡看的畫面 因為不喜歡看的畫面,他看不到的 反而是敢不敢做一些他喜歡看的畫面就可以了 是啊,你會發覺原來那些人是那麼愛美國的 我不是說你不需要看國際觀感 但你看那個國際觀感 是剛剛跟現在的路線剛剛相反的 當然,除非有些人都敢說 你不可以放太重注碼在特朗普 明年Warrant贏了怎麼辦 變成了當年蔣介社 你放了駐馬去尖心 然後就被獨魯門贏了 去PK 但你要明白 現在出去跟美國人聊天的那些什麼人 黃之鋒、何韻 他們就是左膠 已經幫我們下注 已經幫我們在民主黨下注 既然有左膠幫我們在美國跟民主黨談 香港人就盡量融合特朗普 以及明年年尾才選舉 你現在還不打算顧及特朗普 運動死了 都未到民主黨上台 就是 我給她講到美國總統上 wondering 美國總統正常需要三件事 一個成功是美國總統 第一就是連任 跟Timông說明 連任任 unless Blocks 第二就是諾貝爾和平獎 這是一個感想添花的 第三是成功能夠傳上給 самый人 即是指定接派人,這三樣東西都是很重要的 這麼像皇帝,抗爭和中國皇帝不分別 例如烈根,你可以讓魯布殊回來,你才是最成功 否則當你做到第二屆時,共和黨被民主黨搶了,你就很失敗 這件事經向難的 是的,這三樣東西必須是三樣 我想,人們經常覺得,打完貿易戰後,你會打金融戰 我不是很同意這個看法,我想他打完貿易戰後 暫時應該會和中國和好 至少他就要搞定朝鮮 我問了一個相關的問題 你要搞定朝鮮,香港是否再一個籌碼呢 如果是連任之後,或是不連任之後 籌碼會變小了,因為朝鮮要幫忙 當然他又是玩相同的做法 他想搞定了一段時間,然後就離開火箭,就離開打了 然後又康復,一定會用相同的方法去對付 但到最後,他想和朝鮮做一個和約協議 他拿了諾貝爾和平獎 他的心就很舒服 就可以安排下一個接班人 當然他未必做得到 但我覺得如果我是特朗普 他應該走這條路 因為這條路對他來說是他的目標 這條路就很漂亮了 最漂亮的是SV 即是總統做完這三人,就是一個完美的總統 這條路就到這裏 去lles為大家一點 我們可以轉換一下 我們一定要走